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幼中布满具有银色金手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 形似雨点坠入水中时 蹦出的水圈花斑而得名 其风格独特 情趣高雅 被国内外誉为名贵瓷季 雨点幼又称华北游堤 始于唐代 胜于宋代 皇室奉为真品 到了元代因为战乱 这种烧热记忆就失传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历经几代艺人的不懈努力 终得其精髓 然后我们周氏家族的雨点幼 也是历经了我们三代人 不断地探索 终得其右 终得他的精髓 就是右色无黑 落到上面的右星点 又如璀璨星河一般的 比较纯正 饱满 右色晶莹剔透 沉浸端庄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精品所致 雨点幼的难度在于其不稳定性 而这也正是雨点幼的魅力 它的神秘就在于不可想象 周祖荣身为周氏雨点幼第三代传人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 凭借超人的悟性 完成了与宋代雨点幼的深度对话 独创的雨点幼 与中国画大写意相融合 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创作风格 他创作的三丝屏 打破中国在黑幼上是没有作画的局限 荣获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 身负盛名 他却与妻子孙若曦隐于深山 现受摇扎根于东莞谷村落 一手双臂 神仙眷侣 是他们的代名字 若曦 极妙如之事 自有学习传统文化 友善工笔仲裁 自与唐卡艺术如日之音 我从事唐卡是因为遇到我的上师 他是西藏的一位活佛 然后就这个机缘 我接触进入了唐卡绘画 唐卡呢 它是世界性非遗 在2006年的时候被我们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是在布上或者是圈上去制作的 而且它的材料非常特殊 它是用金 银 玛瑙 绿松石还有藏红花 传天然的那个矿物去制作的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呢也非常的严谨 可以说唐卡的灵魂就是一丝不够 潜心专研 因地制以大胆创新唐卡的绘画方法 在绘制材料上不断突破创新 用藏族传统矿物颜料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创立新派唐卡 它制作一幅唐卡呢 基本需要是最短最短 要几个月 几年 甚至几十年 它的昂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制作过程 还有它的原材料 还有就是这个画师的很虔诚的一个信仰 注入灵魂的去创作过程 就是在绘画中修行 在绘画中绘画 淡薄名利 不忘初心 在妙如居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祖先留下了这些宝贵遗产 然后呢 如何去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守约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社会问题也是 所以后来我要跟几个院校 就高院的院校这边的老师去沟通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走校园 就是说去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然后让一部分学生作为一种专业 作为一种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传承人 来继承这一块 当然他们的有些也在说我们这个保密性的东西 我们这一块只要是能传承下去 我们不在乎这个隐私的东西 只要是把我们的手艺继续能够有一个延续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吧 深信在周祖隆大师的努力下 即国家对非移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加持 宇典幼工艺在未来必会有更好的延展 宇典幼这项文化将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画院上 异议生辉